11月25日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布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,其后在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答记者问。会上林郑月娥多次提及香港青年的教育发展问题。 她指出,在此前的修理风波中,超过一万名因反修理而涉嫌违法的被捕人士中,有四成是学生,接近两千名是中小学生令人痛心。 中一个元素就是不留案底,因为她有了案底是很麻烦的,是吗? 以后出国读书,拿梁文正,诸如此类都会影响她的前途,最终决定是用警司警戒,或者是签保守行为,是怎样呢? 都是由警务署和律政司决定,但是我们是同意,大家都同意用这个方法。 所以我在这里是鼓励和呼吁,如果还有这些被捕的学生,18岁以下, 她的家长,她的老师校长,她的朋友,应该是鼓励她去承认自己犯错。 林郑月娥表示,修理风波令不少人质疑香港教育的成效。 她介绍,本届特区政府已将中国历史列为初中的独立必修科,高中通识教育科的未来改革方向,也必须纠正过去的问题。 近日因为见到社会的纷争,和那么多的中小学生,是违法违规而被拘捕, 更加令人担心我们在教育,在学校,在课堂里面,其实那些学生是接受什么教育。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通识教育进行一定的改革。 改革的目标已经在师兄报告那里讲了。 就希望这个科目能够重新成为学生建立稳固的知识基础, 联系不同学科的知识,培养明辨、诚思的能力, 以理性分析当代领域的课题,学习有关国家的发展,这个是目的。 谈及香港青年的就业问题,林郑月娥表示, 本届特区政府将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等系列措施, 鼓励香港青年融入内地,拓展更多就业机会。 未来要是我们的专业服务提供者, 我们的青年愿意跑进大湾区的内地城市, 他们有大量,可以说是无限的机遇。 大湾区青年的就业计划,它的内容是这样的。 我们首先会提供2000个职位, 那么就让一些在香港的企业, 它可以是内地的企业, 但是在香港它有一个分布的, 那么它就在香港招聘一些青年, 尤其是近年的大学的毕业生, 就招聘它, 但是安排它到大湾区工作, 我们给的补贴是18个月, 不低于港币1万元, 就让这个香港青年受聘到大湾区工作。 xual年运学 虽然……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